歡迎回來我們現在請教一下 請問大家在我們聊天室 有沒有台中跟高雄的朋友 你們覺得呢 在高雄跟台中空屋跟治安 哪一個問題比較嚴重 高雄的空氣有比台中好嗎 還是你們認為說 哪一個地方才是慶濟之都 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中跟高雄的部分 大家很關心 包含了空屋的問題 包含了治安的問題 歡迎大家留言來告訴我 你覺得在台中在高雄 哪一個狀況是比較嚴重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昨天 採用市場候選政見辯論會 舒華晚間登場了 那麼再包含蔡季昌 以及盧秀燕 兩位候選人主軸就是放在治安跟中火 那麼蔡季昌又痛批到說 台中的治安問題就是 裝睡的人叫不行 還問問大家說 我跟盧秀燕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這個空氣品質差 治安差 但是盧秀燕市長馬上 搬出了數據要來打臉 說台灣哪在台中的空氣品質 在這個部分 他說台中的空氣品質 首度達到國家的標準 而且還是中南部的縣市當中 唯一達標的 但是他說反觀 民進黨堅持非核家園 那麼中火的活力全開 才是讓中火變成全球 第十九名髒污染的最大元凶 帶來看 地方大選倒數計時 台中市長候選人蔡其昌 挑戰新人市長盧秀燕 政見辯論會上 首先就進攻台中的空污問題 我們的空氣從來沒有比屏東差 就在盧市長任內的四年當中 我們現在落後給屏東 今年台中的空氣品質 是台中升格以來 第一次達到國家空氣品質標準 而且我們是中南部唯一達標的城市 空氣品質不良日 一年平均是七八十天 到了現在已經降為一年二十天 被執政黨攻擊 沒改善空物 但盧秀燕不甘示弱 再辦數據打臉蔡其昌 盧秀燕也提到 好不容易跟中央智能渠道 只要在五年就能讓燃煤機組 全數退場拆除 反觀蔡其昌卻提案 還想再把燃煤機組當成被案 網友也炸過開轟 就有市民進黨說不缺電 卻一直中電北宋 還好意思說台中空污嚴重 媽媽市長拿數據打臉蔡其昌 真的好療癒 連台中治安也變成藍綠交锋交點 為什麼我們台中 老是會給外縣市的民眾嘲笑 說我們是慶祭之都 今年一月份到十月份 六都槍擊案發生最少的是台中市 湖岸特區也發生了這些重大的刑案 造成一死一傷 我建議蔡副院長應該要關心一下 爭取連任的盧秀燕對上挑戰大位的蔡其昌 政見會上唇槍舌戰 也為台中選戰在倒數時刻 同樣增添火花 記得陳時亮徐國豪台中報導 好 來看看大家的意見 我們可以看到你認為說是台中跟高雄 哪個地方空屋比較嚴重 或者是這個治安問題比較嚴重 哪個地方是慶祭之都 看到我們來看看大家的保護意見 那麼在這個伊莉茨認為說 我高雄他認為都非常的嚴重 還有小妹報導認為天差地別跟高雄 比是侮辱台中嗎 還有我們可以看到黃鴻文 他認為說高雄空屋很久了 博二雄說台中嚴重 好 謝謝大家 還有呢可以看到張明權認為說 我在台中空屋很嚴重 以及黃麥香說高雄才是慶祭之都 不過有永保安康說把我們台南放在哪裡 台南呢 這個QNA還認為說 台南榮登了今年的慶祭之都 好 看起來當然呢 在這個治安的問題 各個地方最近都有一些狀況 都稍督家留意 那麼持續也來看到 那空屋當然對於台中來講 常常每次選舉就會被拿出來討論 現在民進黨針對這個部分 說張啟成啊 說台中空氣不好 是不是吃了陳時豆沙包 來打臉盧秀燕嗎 我們可以看到做了一個這樣的 梗圖選前空氣是政見 選後政見變空氣 現在呢民進黨就發布了 張啟成講出真心話 說台中的空屋比高雄嚴重 那張啟成呢 也在臉書上秀出了他的逐字稿 民進黨要打臉 盧秀燕說空氣喚新是拔蠟票 江啟成今天就說 這是公然的散佈假消息 而且意圖使人不當選 身為執政黨帶頭破壞 他要求要來下架新聞稿 同時呢蔡英文出來講清楚 他也做錯了解釋 他說民進黨選舉真的是 第一步就是製造假新聞 要求蔡英文道歉下架新聞稿 並且還宣示延辦假消息的法務部 既然你們要求延辦 說到做到 他說在這個部分 佳穎成說你們這邊空氣很不好 那麼柯正跟你說 我就這樣子啊 佳穎成說我們台中也不好 那柯正說 我們高雄這幾天慘得不得了 十個有久在高雄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後的部分呢 佳穎成說你們這邊比較好 美濃比較好一點 他說高雄的空氣有夠差 所以在這個比較部分 現在逐字稿呢也已經出來了 那麼確實這幾天在高雄民眾就感受到 最近真的是天空霧茫茫 空氣品質不好 柯正就說了 現在高雄的AQA指標是台中台北的三倍 那陳其邁還好意思說我們空氣有改善嗎 他也要問問民進黨是否再次雙標 那麼同時我們也問問在高雄的市民 這幾天是不是也明顯感受到空氣不好的狀況 也歡迎在聊天室來告訴我們 你今天看一下AQA指數我們空氣的指標 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是154 我剛剛抬了一下台中大概四十幾 台北大概也是四十幾 150跟四十幾比起來是幾倍 所以高雄的空氣真的很差好不好 大家抬頭看一下這個黑蒙蒙的 所以說我只能說當這個盧秀燕 他說台中空氣四五十的時候 AQA指數四五十的時候 民進黨說空氣很差 但是當我們高雄已經到了150左右的時候 你既然說我們空氣污染有改善 你不覺得這就是個雙標嗎 我當然昨天講的是一個事實 我們從數據來說話嘛 對 大家可以感受得出來吧 所以不是說我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卸下口罩 而是高雄空氣太差 大家都必須戴上口罩 我想秋冬季節我們大概下風處 那這個在季節性的一些應變作為 其實不管是大廠的降載 減排 脫炭 新打電廠的提前廚藝 那以及怎麼樣用燃氣機組替代燃煤的機組 那七天共生也希望說在2025年也能夠完成這個脫煤的目標 那採取多元配套的這個方式來改善我們的空氣品質 台游市長浩玄政見發表會在昨天晚間登場 代表民營黨蔡其昌跟國民黨的盧秀燕 兩根為了中火議題交鋒 蔡昌提案主張留下燃煤機組不拆 是基於國安缺電的需求 結果災到反遭到盧秀燕反問說 蔡總統跟經濟部都告訴大家不會缺電 如果到時候呢中火從10部變成20部的機組共存 市民能夠接受嗎 我們知道把中火全部改成燃氣之後 我們就全部都燒天然氣 那全部都燒天然氣呢 我們知道台灣的天然氣儲存 大概15天左右的時間 所以萬一出現一種狀況 當台海被全部 台灣的周邊的海域 全部都被中國封鎖 那甚至出現像缺船 就是說像前兩年 大家都知道沒有船嘛 那天然氣沒有了 那台中會停電啊 台灣會停電啊 所以我們的方式 我跟盧市長最大不同是 蔡其昌認為 如果需要留幾部機組 像最終協調結果拆兩部而已嘛 或者要留幾部 我都沒意見 我是明代嘛 我只是提議說 這個會有國安的問題 他的這個除疫不廢止 是因為說有這個太排兩岸 他都太排起來 他這個能源的問題 那也強調說 除疫之後要再啟用 其實是要通過 這個市長的決定 他說有師弟張照會在你的決定 等在你的手上 那正在這一點 你怎麼看 第一個我想請市民朋友思考 那中國如果不只現在十部機組 將來變成二十部的機組 市民接受嗎 就這樣子 因為蔡總統已經跟國人保證不會缺電 所以可能多慮了 因為蔡總統跟大家保證不會缺電 經濟部也保證不會缺電 蔡政府高舉2025非核家園大旗 但是美國學者就很疲勞說 台灣淘汰核能 簡直就是瘋狂的行為 專家也說 台灣追隨德國非核 但是德國是花了12年 才把再生能源占比 從5%提升到20% 台灣四年之內 要從6%拉到20% 根本是不可能的 政府高喊2025非核家園 大動作廢核 大量潮燃氣及再生能源發電邁進 但美國學者狠批 台灣淘汰核能 簡直是瘋狂 專家也說 台灣追隨德國廢核 但德國花了12年 才把再生能源占比 從5%提升到20% 台灣卻要在4年內 恐怕是高難度 這是做不到 人家花了12年的時間 我們台灣有什麼特別的技術 可以讓我們在4年之內 可以從6%提高到20% 沒有嘛 蔡政府預計在2026年 再生能源佔比兩成燃煤三成 天然氣佔五成 但危機是再生能源供量不穩 天然氣存量夏天只有七天 若一旦被封鎖 恐怕很快斷電 所以一旦被阻止的話 其實我們台灣就馬上面臨 立即的能源危險 世界各國力推淨零碳排 但台灣卻把燃煤發電 佔比拉到三成 美國日前公布全球最髒的 500個碳排放源中 台灣就佔了誤個 專家說燃煤污染 將造成可怕後果 一年的碳排量等於紐西蘭 全國的一年碳排量 是用廢發電 其實等於是用人民的生命 跟健康在發電 今天不把碳排的問題解決 那麼明天我們就會被碳稅所解決 蔡英文的錯誤政策 被害死台灣人 也會害慘台灣的出口業 以後我們的商品 在國際上都會被磕種稅 資趣競爭力 專家說如果台灣照著 現有的能源規劃 恐怕面臨缺電 並留下大潛坑 虧損2000億超過70% 台電的電價不調漲的話 每年政府補貼給台電 至少要1250億 等於叫全民買單嘛 選舉時非核家園大漆狂飄 李遠哲罵蔡英文 卻說2024後不甘他的事 到時候若真缺電 高電價民眾到底能往哪裡躲 記者張正明 陳怡用 台北報導 我們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 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